謝謝各位 因為可能現在大家都蠻餓的 我想有一個我先報告 因為機械化其實它已經最大目的是為了要降低省枕 然後替代勞力 替代勞力裡面其實在熱在農業上面 在我整理的時候發覺 它基本上在過去的農業發展裡面不是主流 因為過去農業發展裡面是主流 像今天剛剛在上午的時候那個 特務廠長提早批評容易作物 其實像高雄廠所開發的大陸收貨機 其實台灣工業很可憐 那一部大陸收貨機如果是給降低的話 可能全世界都非常的商量 因為實在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東西 那譬如台灣開發的落花生收貨機 也是非常成功的一個產品 那另外就是像以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國內其實水道機械已經非常弱了 那可是高雄廠所開發的那個 插壓深層撕肥機 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個產品 相當成功 那但是因為在談熱在農業裡面 當初私底下溝通有一個自我設計裡面是說 似乎是以花卉跟果樹方面為主 那我把這幾年裡面在花卉果樹裡面 因為是這個產業裡面所做 那這個產業所做倒是蠻特別的 就是大部分開發這個機器裡面的 似乎是在花蓮排通廠比較多 那在西岸這邊的反而比較少一點 西岸這邊過去裡面所做 那最近在於精緻上面 在農業自動化裡面 倒是有一些的成果出來 那我想 那首先我想基本上我們都很了解 所以基本上熱在花卉跟水果生產是這個主流裡面 那當然人力老化不足是我們一直 機械化或自動化所講的一個很大的一個應用的主因 那當然現在稍微有點短 但是屬於在生態保利跟資源利用的要求上也提高 那這個就包括 比如說目前在機械自動化很強調一個精準農業 那精準農業以前是認為有很大的增長或之類效果 可是最近的評估裡面發覺它最大的效能 最大的效能是在於生態保育上效果最少 那另外就是剛剛也有提到 剛剛像副主長提到進口的壓力 那這個裡面可能在於 所提到在國內裡面所面臨的是更 很難說逃避的 那麼在 在未來來講 那農業裡面基本上我想我們所要求的是 就是國內裡面希望是一個永續生存 那麼基本上在農業的機械化跟自動化的發展裡面 也是吵著兩個 那首先裡面當然走的裡面是說 以降低作業成本跟提升產品品質 那這個是屬於很傳統的一種對於機械化自動化的要求 那目前來講更希望裡面是減低作業對環境生態的不利影響 那這個是從自動化裡面 而就尤其非常重要是最近在於一化電子化的影響 使得在於第二個上面 最近幾年在國外發展的非常的蓬勃 也就是說我們有很多的以前的技術 因為沒有電子化沒有這麼好的電腦這些的設備配合 不是人用的現在都可以拿來了 現在我可以開始用作物本體方式來作為作為 我可以用別意識的作為方法去實施的這種機械化的動作 那我想這個對於整個來講會有相當大的影響 那在這裡面我想基本上我還是以我比較傳統的 也許是從肥肥水不一直管理到分級 那在這分級裡面稍微區分一下 我沒有談到是說加工作業 因為加工作業高雄廠的可能是所有的廠裡面 以容積的觀點來講是機械開花算是最好的 不論在青芒果、蘿蔔乾、還有印度藻的藻蜜建的製作上面 好像加工機械都是主於開花卻成功的一個單位 那在肥肥管理裡面 基本上過去裡面實際上隨著火樹在煤氣樹裡面進步 我們所做的已經一直希望是說 除了施肥裡面 那施肥以前施肥下去以後很簡單的一個翻推作業 那想說如果能夠把肥集中的或之類的能夠提升它的效能 而且對於生態保護裡面是不是可以減少這個使用 那另外一個就是有機肥的使用 那麼在這裡面來講主要的 我們可以當成是花園在最早以前 這個實際上它沒有大量的施肥使用 花園廠很早以前開發出來是立體施肥機 也就是說在火樹旁邊挖個洞 然後把肥料再用做煤球的方式把它做成柱狀 然後比較大柱狀 不是現在的小粒狀的瀝肥 然後把這個肥料裡面去把它生成施肥在裡面 那當然有小粒狀的瀝肥那時候最大是在做一個大粒狀的瀝肥 那另外就是在肥裡面是說 是不是可以沿著數萬數多去開 那這些機器基本上都出來 但是並沒有大量的推廣 因為這個基本上瀝肥必須承認一個現象就是 一個機器出來各位看一看都很貴喔 那很貴喔 就發覺一年是不是用兩次三次或甚至一次 那一次裡面要花五六十萬去買部機器 或者四五十萬去買部機器 非常的困難 那所以像水稻的機器很貴 可是水稻它最成功的一個也是 它有水稻運用的一個制度 也就是它有一個代根的制度 汽作的制度 所以使得水稻的農機的運作成本可以做 那目前裡面在果樹裡面有很多的 因為果樹基本上是給農民使用的 那麼個別農民去使用 常常受到它的經濟能力來講 所以在那這個是最早裡面所做的 這是用挖土機裡面去做的開溝裡面 那因為挖土機是通用型的 所以在果樹比較多 那這個是基本上開花的開溝的施肥機 那這是開溝的施肥機裡面 因為在放的時候少放了一張 因為基本上已經開花出來 是有環轉開溝的施肥機 它可以沿著樹裡面的樹冠下面 繞一個環轉 那同時進行開溝跟施肥復復的這個動作 那麼另外就是現在蠻重要的是施易肥的這個 那這個現在很重要的是 是認為如果我們可以了解作物的狀況 因為目前在很希望發展的時候 利用最新的一些片子技術 包括離子流或是類 能夠偵測作物本體的這種狀況 那麼在過去精準農業 我想最早發展的是以水稻為主 那水稻的精準農業 以土物大面積栽培為主 國內是以水稻 當然水稻我們國內使用上其實有一些限制 那麼在國外來講 利用精緻精準的農業裡面是認為 它應該可以朝精緻化去發展 也就是說在一個密閉空間裡面 更容易去精準 而且更容易做得好 那這個是未來發展 那另外非常重要 就屬於便衣式的施用技術 那便衣式施用技術最早來講 是在於用在施藥的管制上面 為什麼 因為施藥量裡面總覺得 是不是可以不要噴的地方不要噴 那這個就開始從噴跟不噴方式去著手 那慢慢的開始來講說 肥料裡面是不是可以根據作物的狀況 給它肥料 那這個方法 把一旋線的技術 那種低罐的技術拿過來 再加上混合的 所謂不叫低罐 它叫drift 那種的方式拿過來的 可以做非常好的控制 那麼這種方式 可是要有一個條件出來的 你有沒有方式去偵測 這個作物它的條件是怎麼樣的 我說他現在口一口 或他剛剛那個專業特長講的 我是覺得很帥 就是彈琳講的一個作物不一樣 甚至一個作物不一樣 是不是施的方式也不一樣 那目前是在走這條路 就是不要在中和核要混在裡 是不是可以分開 然後用在施以前再去做調配 而且只針對 就是剛好餵它 餵到最適量的方式 那這個是目前在這方面 所做的非常重要的一個 那為什麼會特別在講施液肥 因為在控制上面來講 液體肥料比較好控制 那固體的來講 在目前要做這種 便宜式適用技術上的難度比較高 不過未來應該是要突破的一個重點 那麼所以未來它基本上不是在施液肥來講 均勻即食、省藥、肥藥、施液肥之間 都是我們所追求的 可是最大的裡面現在比較強調是在環境污染 還有是不是以前的話 因為我們做的方式裡面很均勻 所以一部施藥車進去的時候 要帶三千加紋的水 然後這個下去裡面 那所以那個在美國來講 那種田間的這種壓縮其他都造成它相當的影響 那這個也是在未來裡面 那以我們的火源來講 尤其是根的呼吸或施液 那這個方面在現在的農業機械的發展上面來講 如果能夠配合精緻精準 以及變異方式的應用是可以有效改善的 那第二個部分是屬於水分的管理 那水分的管理我想各位在座比我還要了解 那我想在這裡我主要是要強調是說 過去裡面比較常噴灌為噴灌滌灌 這個基本上都是非常好的自動化 而且它本身很容易自動控制 而且成本也低 那麼當然首先你必須要了解土壤的狀況 那麼這些設備不是很昂貴的設備 但是它的一個缺點裡面來講 就是說在台灣我也許現在要思考一個問題了 水資源可能大家越來越在乎了 那水資源在乎的時候 是不是要用什麼方法來減少這個水 也就是說是不是在灌溉以前 是不是要問一下這顆樹 你口不口渴啊 你今天是要喝半杯還是一杯啊 然後到底要怎麼樣子 那目前基本上的發展是在潮 那這個潮來講其實滴灌裡面基本上它應用的機會就比較的多 那麼當然滴灌裡面如果再用一些目前所用的 不管是一些間歇控制其他的控制技術 都可以來達成這個效果 那在設施裡面我們必須強調 設施是因為它在一個密閉空間裡面 在很多的應用環控及自動化技術上面是比較容易做的 那所以它也比較有一些可以用相當多的技術來調 那目前在做的裡面是 在養液栽培裡面大概是很 國外在做裡面是希望把所有的養液基本上是要 這個單元就是拆開來的 而且水裡面基本上是不會先把它攪拌混合了 也就是說基本上是希望在使用前 透過前面一個很簡單的一個mixing的一個機構 就可以將它混合成它的一個系統 那可以滿足這個需要 那麼在定銅鋼防治上面 這一點倒是必須承認是 農業機械過去在於火樹上面開發成就最大的可能是兩個東西 一個是搬運車 第二個就是屬於蜘蛛蜂機 那這個蜘蛛蜂機其實國內目前為主幾個大的農機產業裡面 除了水稻的乾燥機 還有一些飛雲機以外 最大的幾個裡面就是屬於由搬運車延伸下來 那搬運車延伸下來 因為蜘蛛的機械只要裝在車上就可以拿著噴藥 而且噴藥的好處是不跟作物直接接觸 所以本身的作業彈性非常的大 所以在蜘蛛上面來講 在高效率的技術裡面 其實它過去裡面發展來講的效果是比較大的 另外一個是屬於大家有的觀念就是 從自動化裡面的當初自動化最被人家認為有機會做到的 就是屬於可以採用無人化食藥 為什麼 因為消費者對農藥只是吃一次就這麼敏感 那麼如果對於農業生產者來講 常常要做 像剛剛部長提到說 如果要防這個果實營 要噴個十幾次的話 那基本上對無人化的食藥裡面 當初會認為它的要求很糟 那所以這個是在自動化 當初很早以前就變成應該去走的 但是後來有些發展出來 有些是受成本的影響相當的大 那麼在國內裡面所做最成功的 一個是古工式的動力通路車 那這個原先應該有四五家公司在生產 而且目前應該都才有在 那對於多年式的果樹 它很適用因為固定 而且它利用風來輸送藥液 這一點在美國就非常的有意見 因為美國很有意見 是他們的研究裡面 在他們的田區狀況裡面 是藥液噴出去 百分之八到十二是有效噴藥 而且百分之二十是附在業面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飄掉的 那這個是他們認為造成很大的一個環境問題 所以美國有專門的 team在研究Drift 就是噴完藥以後這個Drift的現象 在蘋果在Ohio State也在做這個 而且他們已經在利用研究這種風裡面 不是在於輸送藥 用風來tompine這個藥讓它不要飄出去 就是我把藥噴出去的時候 我用風做成 這有點像各位想想看 像我們到百貨公司以前 或者到超市 是不是有個風源 其實就是不要讓冷氣外洩出去的這個功能 那目前在美國也是在開發裡面是說 以前他們用固體的Shares 然後現在他們開始用風這種方式做一個手段 去限制這個藥液 不要讓它去跑到你的target client的外面 或者不要造成環境的這種限制 這個是我們國內 我們國內當然都很勇敢 那後來我們國內自己也開發過這一種叫做Eucarion 可是有tompine沒有解決問題 因為你還要有冷氣因為非常的熱 第二個你還要有air cleaning的這種裝置 這個是我們國內做的 所以這部機器基本上也沒有推廣 因為實際上在裡面去田間做的時候非常的悶熱 那麼另外就是在自動化裡面 雖然在自動化的噴藥車在開發上面 受限於我們國內的果園作業到環境的變化 還有每個農民種的習慣非常不一致 很不容易去做 但是我們國內在於管路式的施藥 基本上是做的比較開發相當成功的 也應用的相當的一個神面 當然也有人提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把藥施成這個樣子 國內消費者看到就不敢買了 但是我們可以了解 它是非常高度施工化的 而且在於藥量作業控制上面的進度非常的好 那這一個是從台東廠最早從日本引進這個噴頭 我們國內最大的貢獻是 這個噴頭在引進來的時候是用馬達驅動 而且中間就有用電 電我叫下一個電 可是農藥的腐蝕性很強 所以那個馬達驅動再加上又要用電 一下子的噴頭就常常腐蝕掉了 所以它馬達不能動 那我們國內的研究人員最大的貢獻就是 把它改成叫做抑壓驅動 所以這裡面就沒有電線了 除了後來的控制需要一個電線以外 基本上它是用它的液體自己去驅動這個噴頭去旋轉 那因為這個噴頭不旋轉的話 它的角度很小你要裝多少噴頭 所以它旋轉以後就可以 而且第二個問題是在於是 噴頭數量很少的話 你的那個噴道要噴得很遠 那假設這樣 你要把藥肌噴五公十元噴十公十元 那個藥肌要很大 那很大就會造成額外的問題 那所以在於來講 其實中間有一個矛盾 就希望能夠減少這個成本 能夠增加它的藥液的細部還有覆蓋部 可是這個會跟本身的那個在於 藥液的輸送或之類有一個相伴 那另外後來這個系統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那在龍四座把它去變成一個動物 植物防災的一個系統 那總之也是一個非常 我是認為一個蠻好的一個發展 那在這個裡面最主要是提升作業品質 節省勞力 那這個最大貢獻裡面是認為 避免人員的藥害 那再來也有人一個扣幣是說 那有這個系統以後 那以前噴十次我現在可以改成噴二十次 因為開關應該就會噴了 所以又省時了 而且能夠不用去做了 但是我想應該不是 因為藥好像不是免費了 那另外就是在於設施內裡面 這個是屬於玫瑰花裡面 那這個我們講在國外裡面 基本上這個引入技術比較乾純 因為設施裡面基本上它是一個密閉空間 在密閉空間裡面 國外很早就發展出來 各種自動化的東西 用煙燻的 用small 然後用這種自走的這種鬼式 甚至幻動的這些 那這些國內現在都已經開發出來 國內現在可以比國外進步裡面 是國外大概 幻動的使用的都要配合很昂貴的 凡率設備 這個在荷蘭是這個樣子 而我們國內有開發出來的 完全針對噴藥非常低價的幻動系統 所以成本非常的低 那因為以前有的問題是 我們的設施有的時候很短 像這邊距離大概只有一個20公尺 那邊很長 結果一下子20中 你不可能裝20組的那個 那個VOOM去噴藥 因為成本太高了 那可是我們的受限於土地 不像國外有時候 它這邊過去它可以跑的 100公尺到150公尺 那這樣子它一個VOOM裡面 覺得非常的經濟 可是我們受限於這個 所以國內來講 為了這個VOOM裡面 那現在我們必須講是 透過自動化計畫裡面 很多大概新的設施裡面 都有自動化的VOOM 而且國內這個東西也開 也有好幾家東西 已經開發出技術來 那這個技術裡面可能最困難 因為設施垂直噴的玫瑰花還比較單純 現在最困難就是一個水平面的一個固定的工作 那這個有牽涉到設施的好壞 那我們國內做設施來講 會有的成本 那設施做的比較便宜 那麼在於控制上面就做的比較弱 那麼在除草上面 化學要去除草 其實就用剛剛的那個噴藥車就可以噴 或者用飛的 那在這裡面除了這個以外 在過去裡面 濃積在於水果裡面 所開發最多就是 屬於火源的除草機器 那除草機器裡面 最大的一個就是 屬於在樹冠下的除草 那樹冠下除草裡面 這個是 除了這個以外 現在還有一種是生地式的 基本上吃著在外面 被可以伸進去 在裡面去做 那第二個就屬於 減吃的這個作業 因為這個在火源的管理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般用能力甲鹼以外 那麼其實在過去裡面 龍師所曾經開發一個 那這個能力甲鹼 還有就是屬於 系武式的甲鹼 這個是非常早 台大劉教授開發過 用系武用甲鹼的方式去做 但是它的鹼的枝條 那個粗細比較受限制 那另外就是 人的作業的一個壓力 那麼在於85年裡面 這是屬於 本身用面具 那或者用系統的加減 那這個是一個 為粒資源所開發的一個 裹飾的修剪機 而且基本上還希望修剪它 矮化的一個東西 也是沒有大量的減少 因為基本上還是屬於 價格過高的這個問題 那麼另外就是 在於修剪完以後 稅資 高雄廠 高雄廠 可能現在大概 目前市面上稅資機裡面 能夠對執進化最成功的 就是高雄廠這個機器 那這個機器裡面 從開發出來以後 基本上它可以把稅資裡面 做成田間裡面的 將來變成它的肥料的一個來源 那除了這個以外 另外就是在於 這幾年 尤其這幾年 我們國內可能在過去做的 比較響亮的 當然除了這個印度棗 重量分析 因為這個重量分析 還有我們做過很多大小分析 但深圳比較成功的是重量分析 重量分析在柑橘其他 相當多已經使用了 但是在印度棗裡面 基本上這個開發出來 它的應用也相當多 那這個現在大概已經是 水果很基本的一個要求 除了這個以外 在今年的變質化裡面 水果品質的自動水原質 變成很重要的一個工作項目 那麼我想各位也了解 這個是好像叫做 銀波 叫做光電聯物 這個是我們從日本引進來的 但是我告訴各位 是我們國內自己也開發出來一套 現在是在桃園廠裡面 好像眼睛有一套 而且可能會拜個示範觀摩會 那這個我想很有影響 就是技術引進 而且內部品質的這個檢測裡面 現在尤其是我們剛剛想到 也提到如果我們考慮到 我們水果的一個外銷 甚至還有未來的消費者 大家追準提高 基本上品質的內部需求裡面 是很高的 那再來我也不知道 將來有沒有辦法說 用這種方式去檢查說 有沒有果實名在裡面 說不定有一些可以把 紅外線技術更提升 那除了這個以外 另外就是 國內曾經好像在榮爾會 也辦過 就叫做 用英波鳳梨 用英波的共振方式去探討 鳳梨的含水庫跟它的 主要是水庫 田圖裡面其實是附帶的 那這個目前來講 基本上是還沒有商品化的一個階段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國內裡面 尤其是農民因為非常嚴重 是在於 你有一套高級的果樹 就是生產高級果樹 尤其像年屋或之類的 那如果一彩是一個天然的災害 你就完全沒有收穫 可是你本身手上 並不是沒有武器可以去做 那有的人也許 做一些什麼冤軍或之類的 那麼我們國內所最常的 就像你剛剛的 這種的那個 噴灌的設備裡面 我們用灑溫水或之類的一個設備 然後作為 再用風曬 然後甚至噴灑裡面 作為防傷這個 那這是榮氏所那個 所發展出來的 那基本上我是認為它非常 也是因為一套設備裡面 因為很可能這個事情 不是常發生 但是如果單純會這個 可能非常的昂貴 但是這個可以跟其他的工作 去混合起來去做 那麼我想它是非常有 非常好的一個 那就是 你有多自動防災系統裡面 所做的 那麼可以去做 也許混風或之類的 甚至很多都可以利用 那但是平常也許用不到 那我想最後做一個結論就是 在機械化自動化裡面 我們是以降低作業成本 或者是替代勞力當初出發開始 然後也希望提升產品的品質 減少各種更直接的影響 那這個是目前基本上 越來越重要的 因為單純的降低成本提升 提高產量或者是替代勞力 可能也不能夠為台灣的農業帶出來 所以未來可能除了降低成本以外 更需要做中其他的一個工夫 那另外就是 在於 機械化跟自動化裡面 現在我們比較一個困擾就是 基本上機械化自動化 它不是便宜的東西 機械化很高 自動化很高 就很貴 那這個很貴的時候 在台灣的這種農業制度下 因為它不會是百吃的一個午餐 因為基本上 尤其是台灣又受限的一個是 我們的機械化自動化的生產規模 市場不大 市場不大會造成使得它的不昂貴 那所以未來需要的 在機械化自動化裡面 可能就必須要有一個適度的一個 一個規劃規模 使得它可以重新兼顧 在經濟上面要可行 也就是說買的人有利 發展的人工廠的人有利 人力技術上面都能夠共同作為 那我想這是我的報告 謝謝各位